下面一個就要給你介紹 元素符號跟命名 為了我們研究方便起見 我們就把每個元素用一個符號表示 世界就可以溝通 大家都知道你在講什麼 不然的話一個講中文 一個講英文 一個講法文 一個講俄文 不講中文 不然在東上 我看符號就知道你在講什麼 有一個縮寫的 來代替我這個元素叫元素符號 元素符號就是用元素的拉丁文 或者是英文的第一個字母 印刷體大寫寫 一個字母 比如說亞歐留S 一個英文字母大寫 印刷體大寫 不是潮寫 印刷體大寫歐 可是這樣只有26個英文字母 元素不是100多個嗎 鐵定不夠用嗎 所以怎麼辦 多一個 多一個 再加一個 旁邊再加一個小型的 來做區別 比如說 HE是汗 HG是拱 就是區別 CA是蓋 CU是銅 所以多寫一個 多寫一個字母來區別 這樣就能夠把這個 我們的元素都表明出來 就是元素符號 就是一些常見元素的元素符號 要不要背 理論上說要背也可以 說不要背也可以 你周期表背完了 這個自然就背起來了 你把周期表背好了自然就背起來了 再來就是 常見就是那幾個 你看過了你也記住了 好 再一次 原來它你就要知道就對了 這些多數都是以後會經常出現的 比如說氫啊 H啊 這個經常會出現 碳啊 C啊也會經常會出現的 硫啊 S啊也會經常會出現的 這個 背完周期表就會了 背完周期表就會了 再來就是 考試考多了你也會了 看多了你也會了 我把它記下來 那個是英文 比如說英文 H E R C U R 叫英文 還有中文 元素的中文就只有一個字 一個字 元素就一個字 古時候就知道的 就用古時候的名字 什麼金銀銅鐵錫啊 這個是古人就已經有過的 就用古人的名字 那古人沒有過的不清楚的 我們新發現的怎麼辦 照字 照字 照字的時候 中文多數是行聲字 要有形有聲嘛 對不對 行 然後就用它的狀態 用它的常溫成下的狀態 然後用木手就是所謂的行 金屬就用金字鞭 金屬就用金字鞭 非金屬呢 如果是固體就用石頭鞭 用石頭鞭 石頭鞭 那液體呢就用三點水 我們講話只有兩個嘛 一個是拱 一個是秀 所以拱的下方是水嘛 秀的旁邊是三點水嘛 拱跟秀 用三點水 劑的就用金字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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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把它命名 這樣就是它的命完 OK 那再來 再來 這個是行啊 還有一個聲音啊 行聲字還有一個聲啊 這個東西要能夠唸出來 劍出來的話就會有一些方式 一種是根據它的某一個特別的性質 或者怎麼樣 比如說輕是最輕 最輕的旁邊那個 移過去最輕 綠是黃綠色 黃綠色其實綠的旁邊移過去的綠 就是把它的某個特徵 某個性質給它表明出來 表明出來 OK 另外或者就是行聲字嘛 就是聲音像 跟它的唸出來的音像 比如說那 拉丁文唸這個 那…我也不會唸 那… 那… 現在就像那 所以現在用到那 就取一個那 跟著像那 轉那邊邊移過去 它就叫做金字鞭 就叫做那 就是取它的聲音 叫行聲字 這樣就是把它的中文給透過出來 這就是中文的命名的方式 第一個 你要知道元素符號 以後的… 以後我們在寫的時候 都是寫元素符號 所以我說了 你寫多了你也記住了 但要知道它的中文怎麼出現的 怎麼出來出現的 怎麼弄它的中文 重點 金屬要用金字旁 固體的非力屬用石頭旁 液態的用三點水 基本用七字頭 所以有人考書這樣考 我發現某種元素 然後呢 它有什麼什麼什麼性質 請問你它的命名要怎麼命名 它是要金字邊的 還是石頭邊的 還是三點水的 還是七字頭的 你需要懂 要了解我們命名的原則 又可以知道說 我該把它取什麼名字 只有是有關於元素符號 以及中文的名稱 OK